海兰黄花铃作为世界名贵木头里面的当之无愧大哥是无可置疑的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 还好吧 我这条200的黄花铃尺寸也就花了千百块钱 如果说你是十年前买的 那还正常 如果是现在买的一条正经的200黄花铃老料 没有3到4K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的东西有问题 今天就给你们计算一下海兰黄花铃老料手穿为啥这么贵 这是我前两天去买的一块紫油里的老料 花了将近五万块钱 四万九 七点四斤 你还别觉得贵啊 人家要五万五 磨了几天才勉强少了六千块钱 这六千块钱就相当于一条珠子的成本了 不然真的不敢开这个料子 虽然说这么小块料子 我们还是拿到这个大型的卧具上来切 因为这个卧具的锯片更薄 而且切得更平 作为这么贵的东西 一定要尽量的做到精细化 因为多一片那成本都大不一样的 切出来第一道还是松了一口气 这颜色 这香味都够浓郁 最重要的是这个材质够细腻 开尿一定要开出这种尿 你才放心 因为海兰黄泥移的那种尿是毛孔很粗的 哪怕它是老料 最后就放泡了 因为价值已经不高了 我们这颗料还好 毛孔很细腻啊 不是所有的海航脑料它都有这种细腻的毛孔 很多也是那种毛孔很粗大的 所以我们这次运气算很好的 最后我们把它切完了 发现有几片材料竟然有部分发白 而且占比还不少 起码我感觉得损失两条柱子 幸好啊 幸好大部分还可以 应该能够出过十来条亮货吧 你们看现在这个打出来的这个柱子 是真的漂亮 干净 而且它的力度非常好 这个粉末的香味啊 竟然能闻出那种蜂蜜的味道 真的是太神奇了 最后啊 我们就没有去拍这个制作过程 太麻烦了 给大家直接展示成品的效果吧